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私修电子工作室推出的 深入浅出STM8单片机入门系列教程 那么本套教程的配套书籍呢 是北航出版社出版的 深入浅出STM8单片机入门进阶与应用实力 配套的硬件平台 是私修祥云的小王子开发版 那么今天呢这节课 我们来讲解第12讲 粗碳字符型1602液晶 那么这个地方说的1602液晶啊 它实际上是一种液晶模块 它用来表达我们在单片机系统里边 所想要表达的一些信息量 那么这个地方的液晶 有些同学问了 液晶是什么东西呢 液晶能不能吃啊 这个液晶是不能吃的 所以液晶啊 它就是一种特殊的材料 我们说在液晶材料下 如果说加一些电厂 那我们说液晶分子啊 它的排列可能出现一些特性 我们用它来显示一些信号 或者说显示一些信息 对吧 显示一些字符 或者是图形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说一说 说到这个液晶显示模块 就是说我们要表达出来一些常见的信息量 也就是说我们想把这些信息啊 通过我们的液晶模块呢 进行一个表达 如果说要讲这个东西呢 我们在之前就要补充一些 我们来见识一下 在单片机系统里边 常用的表达信息的手段是哪些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啊 如果说我们预表达的信息量呢 比较少 一般来说表示出来 比如说一个状态的有无 或者是程度的高低 那这种系统里边 我们经常就用一个发光耳机管 或者是一些颜色变化的发光耳机管 就可以了 对不对 比如说啊 我现在有一个这个这个装置 那说我现在比如说我要做一个电源吧 对不对 这个电源里边呢 可能我正常工作的时候 我就让绿灯亮 如果说我出现异常了 我就让红灯亮 这个绿和红 它就是一种什么状态的有无 对吧 状态的有无 或说我现在设计一款这个空气净化机 比如说现在这个这个 很多城市啊 出现了雾霾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可能家里边都会买这个空气净化机 如果说空气净化机在开机的情况下 它有可能用这个灯的颜色 来表达这个空气质量的好与坏 比如说红色就代表空气质量比较差 绿色呢 就代表空气质量的比较好 那这时候遇到这种程度性的这种表示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全彩的RGB多色发光耳机管 来表达它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在信息量很少的情况下 在单片机系统里边 一般用简单的器件来表达我们的信息量 比如说这种多色的LED 是不是变色的LED 或者是双色的LED 这种东西 这种器件来表达信息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 如果说预表达的信息量呢 比较少 比较少 一般来说可能要表达一些简单的文本 或者是一些图形 那这种场合下 我们可能要首选像数码管 或者是点证屏这样的东西来进行表达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用数码管来表达 比如说现在这个这个 我们比如说你要打低 这个打低呢 比如说32.6 意思就是说你要交32块6毛钱 是不是 就是说可能它是出来一个经费 或者是说呢 我们经常在这个公交车 或者是在一些银行门口 有这种大型的点证屏 它滚动的显示了一些数字 或者是显示了一些这个文字 比如说现在我们银行推出了某种业务 是不是 然后这个这个利率有多高 大家欢迎大家来存钱 是不是 有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说把这些简单的文本 或者是一些图形 显示在我们的以LED组成为这个这个 呃材料上的一些点证屏呢 或者是一些曲面的点证屏呢 或者是一些这个定制的数码管啊 都有可能 对吧 这是第二种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种 就是说预表达的信息量呢 可能比较多 那一般来说可能表示出来一些设定的参数 或者是一些反馈的信息 比如说我现在呢 可能我们看到啊 像这个是一个定制的 我们说的比段式的液晶屏 比如说这个比段式液晶屏 大家一看哦 这个东西可能是用在电动车上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东西有什么免钥匙启动啊 有没有霍尔元件 这个霍尔元件可能是用来测 这个电动机的这个电动车的速度的 是不是啊 那这个地方显示一个里程数啊 这个这个电量多少 温度 倒车 远光还是近光 然后还有这个转把 有没有故障 是吧 砂把有没有故障 还有电机有没有短路 这个呢 就是为电动机来设计的一款 比段式液晶 一般来说 如果说你有量 那么你就可以找这种液晶 这个设计厂家呀 它就可以给你做成这种比段式液晶 它显示的东西比较固定 它只能显示这么些个信息量 你要让它多了 或者说自定义的显示一些什么图形 它是做不到的 是吧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要变出 这个这个显示出一些特定的设置参数 或者是一些反馈信息的时候 我们首选 就是说 有没有一些字符型的液晶 或者是一些点正的图形化的液晶 那如果说这两种 觉得造价稍微高一点 那我就想一想 能不能用比段式的这种定制的液晶屏幕来做 你比如说啊 我们我们打个这个比方 比如说这种 这种液晶模块呢 它就是普遍存在的 就是这种12864液晶模块 实际上 就是我们用的比较多 我举一个应用吧 比如说我们在超市里边 有自动存放柜 比如说这个自动存放柜里边呢 有一个存 这个按键 有一个取 这个按键 我们一按存 那这个上面呢 就会打印出 现在有多少个格 比如说我有40个格 那我要存 我发现这个40个格都满了 没东西存了 那么我按了存号键以后 他说柜这个这个什么 柜子已满 存不下了 或者怎么样 如果说我要取 取出来了以后呢 他就通过这个扫码枪也好 是吧 这个这个条码纸也好 二维码也好 那么取了以后呢 这个这个柜子打开 然后我们把东西取走了以后 他这个液晶上显示这个柜子呢 为空 是不是 像这种设定参数 或者是反馈信息 基本的反映一些字符 基本的说几个汉字在上面啊 显示的量稍微多一点的 这种情况下 一般考虑用这样的方案 去表达我们的信息 那么再来说一说 如果说表达的信息量啊 非常多 非常丰富 一般来说 他可能要表现一些图形 动画 或者是多色的东西 或者说一般的这种液晶 无法表达的东西 是不是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呀 我们可以用一些 这个TFT的屏幕 或者是OLED的材料做的屏幕 或者是直接是我们的 像电脑的LCD的驱动屏幕 比如说我们家里边的电脑 用个二十几寸的这个屏幕 我们也可以考虑 在单片机系统里边 加上一些外围的这个驱动卡 比如说我们说 单片机系统里边 实际上它也有显卡这个概念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单片机 它可以驱动外围的一些 这个这个模块 不一定说是单片机 直接驱动这个LCD 它是间接的去控制这些卡 是不对 然后这些卡呢 再生成一些像颜色呀 线条啊 或者是表格啊 框架呀 显示到我们的电脑的显示器上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 在工程规划允许的条件下 大家可以去接触一下 这种东西 叫做串口屏的模组 这个串口屏模组啊 它也是一个不测的选择 为什么叫允许情况下呢 因为我们说这个串口屏呢 稍微它的价格要贵一点 一般来说市面上 大概在百元以上 对吧 百元以上 我们说到串口屏这个地方 我稍微给大家补充一点知识啊 补充一点这个东西 我们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食物 它就是一款串口屏 其实串口屏它的接口 不只有串口 但是我们都习惯性叫做串口屏 是吧 比如说有这个以太网的接口 是吧 或者说有iPhone C的接口 是不是 有看总线的接口 是吧 有485的接口 或者说有我们刚刚说的以太网的接口 还有SPI的接口 是不是 还有USB的接口 还有我们说的UART串口接口 也就是说这么多接口 可以接到一个屏幕上 这个屏幕的编程 是傻瓜编程 也就是说零个代码 那有些同学说不可能吧 那这个这个显示屏 编出来这个界面这么漂亮 那怎么可能是零代码呢 确实是这样啊 比如说这个这个上面的这个界面啊 它显示出来的这个仪表 你看它这个仪表盘非常漂亮 还有加减号 比如说我们加减 或者是这些控架系统状态 有一些这个边框 是吧 有些按钮 还有一些波形 你看它能动 像这种动态的能动 还有这种参数的表格 它可以显示出来多少多少 这些东西啊 我们讲 它都是由一个上位机软件 配合这个屏幕使用的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上面呢 勾一勾 点一点 画一画 然后呢 就把这个编好的工程 给它下载到这个串口屏里面 然后你再通过串口发送 或者说这些接口 发送一些这个控制串 那么这个这个命令 比如说十六进制的一些控制命令 然后这个上面就能变化 所以说我们说 关于这个上面的界面 我们根本就不用关心 它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只需要用鼠标 来拖一拖 点一点 画一画 就OK了 所以说这个串口屏呢 非常的简便易用 大家呢 也可以去作为一个了解 当然说了 有些同学说 那这个串口屏 既然这么贵 我们为什么不自己 做一个串口屏吗 实际上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接触到一些 三二的单片机 是吧 有些arm系列单片机 cortex系列的核的单片机 你完全可以在这些单片机上 加载一些我们说的什么呢 就是说一些界面库 比如说GUI 或者是M1 是不是 M1 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实际上M1就是这个GUI 现在的叫法 原来就叫Museo GUI 就是叫一些什么呢 像图形函数库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让它显示一个正悬波 我们要做一个试波器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那都可以你用其他的一些性能比较高的单片机 加上移植上一些操作系统啊 你移植上一些GUI的函数库啊 就可以在这种TFT的屏幕上呢 实现一些界面的一个一个这个书写 或者一个信息的一个表达 对吧 这是对于我们信息量比较丰富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考虑用这种模块 用这种方案去解决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言归正传 我们来讲一讲我们今天要了解的初探1602的液晶模组 我们来讲讲这个模组 这个模组的实物图呢 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到这个是一个蓝色屏 是吧 一个蓝色的屏幕啊 这个地方下面是一个绿色的PCB 是不是 那这边呢是一个绿色的PCB啊 然后上面呢是一个也是一个蓝色屏 显示出来上电以后显示出来字符的效果 我们讲一讲啊 1602这种验晶呢 它基本上成了我们市面上开发版的标配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驱动方法比较简单 而且它的价格呢非常的低廉 我们来说一说啊 像这种二手的这种模块的话 估计就五块钱左右 对吧 如果说是新的模块 大概也就十块钱左右 那有些二手的模块批量下来 可能三四块钱都有 是不是啊 我们说这个模块的价格呢比较低 而且它能满足一般场合的应用 我们来看看 1602呢 它的这个前缀啊 有可能比如说我们说叫SN1602 是吧 比如说SGLM1602 其实这个前缀一般来说代表的是厂家名称 我们把这种东西呢 统称为1602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1602的16 代表一行能显示的字符数量 这个02代表是它能显示几行 是吧 你比如说相似的我们说1602的意思 就是说它能显示两行 一行能显示16个字符 那也就是说叫1602 相似的也有1601 也就是说一行一行能显示16个 还有1604四行 每行显示16个 还有2004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命名规则 对吧 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 所谓的1602 实际上代表的是两行一行显示16个字符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好我们来看一看 1602这个业绩模组啊 它实际上也有很多 这个产品上也有很多其他的参数 比如说它分为有背光的和没有背光的 什么叫背光呢 简单意义上来说 比如说啊 没有背光 那平时的时候 我们看着它这个显示出来的字符呢 比较暗 我们如果说你在这个比较暗的环境下 你就看不清楚它显示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说我们说 这个有背光无背光 实际上就是它制作的这个里边呢 加了一个背光板 背光板就是打光嘛 这个液晶底下打光 那你有光从液晶底下冒出来 那我们肯定看得清楚呀 对不对 没有背光的呢 不适合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使用 那有背光的呢 就可以 它的这个适用性就比较好一些 但是我们讲一讲啊 如果说是无背光的这种情况 它的这个液晶模块比较窄 那这个这个图形就是说这个液晶从它的旁边侧面来竖着看啊 这个凸起呢是它代表的芯片 我们一会儿再讲啊 这个地方就是液晶的这个边框 也就是说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说无背光的这个厚度 它比较薄 如果说有背光 那你就要在这个液晶模组里边塞一个片 塞一个背光片 那它的这个这个模组的这个厚度呢 就可能比较厚一些了 是不是 而且说有背光以后它的功耗会变大 为什么呢 因为背光板它需要一个驱动电流嘛 对不对 好了 常见的呢 这个颜色呢也有区别 比如说有一些蓝屏白字 所谓蓝屏白字就说液晶屏是蓝色的 但是显示出来的字符是白色 还有什么黄屏啊 绿黄绿屏黑字的 还有黑屏绿字 黑屏红字 黑屏蓝字 黑屏黄字 还有一些叫黑屏白字 我认为啊 黑屏白字的显示效果非常好 但是因为它这个颜色不常用 所以说它的价格呢 它也会要贵一点点 是吧 有一些贵贵一点点 大家在做这个液晶屏的时候 或者说在购买液晶屏的时候 你要选择 第一个呢 就是说它有没有背光 第二个 它的核心控制芯片是什么方案 第三个我就觉得 你要注意一下它的尺寸 还有它的脚位 对不对 有一些要注意它的尺寸和脚位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看 字符型1602液晶的一个组成 我们讲液晶它的组成啊 有些同学手比较贱 不能说手贱是吧 叫做动手能力非常强 动手能力非常强呢 它拿回来了以后 它还没驱动 它可能就把它拆了 拆了以后 它再安上了以后呢 它就发现不能用了 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等一下会说 有这种不能用的情况 我们讲 1602液晶模块的实际构成里边 它的部分有很多 我们先说一说啊 比如说实际的这个好的产品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这个上面呢 有一层膜 它为了这个 为什么要贴一层膜 它防止你把这个屏幕刮花 所以说它上面有层塑料 比如说我们把它拆到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地方 是吧 第二个地方呢 就是液晶片 我们说的第二个地方 液晶片 比如说绿色的这个地方 就是液晶片 大家注意一下 液晶片它比较薄 它一般来说是 是这个材料呢 不能用尖锐的东西去刮它 是吧 而且液晶片底下 就有两个导电胶条 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我红线画的这个地方 就是导电胶条 导电胶条 切记不要去把它取下来 有些同学 把这个液晶胶条给撕下来了 撕下来了以后就不能用了 为什么 你连接的时候 你就按不稳了 按不稳了以后 这个东西就没办法了 它这个跟液晶的这个片上 有一些电路啊 它连接就不稳定 不稳定了以后 它就显示不出来字符了 第三个呢 就是液晶显示的一个 硬制电路板 就是这个绿色的部分 我们把它叫做PCB 就是硬制电路板的意思 对吧 还有这个硬制电路板的后边 就有一些组容器件 和我们说的芯片 这是第四个部分 这是第四个部分 这是第五个部分了 这是第六个部分 就是背光板 背光板就是这个白色的 大家看这个白色的塑料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A和K 你注意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A营角 一个K营角 那么这个A营角呢 在我们原来的这个讲 这个数码管的时候 我们讲过 A营角代表共氧 对吧 那么K呢 就代表共因 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液晶里边 也有这种说法 A呢 就是背光的正极 而K呢 就是背光的这个负极 大家把这个东西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背光板一般是白色 然后它里面呢 有一个发光耳机管 只要一通电 然后这个整个白块呢 就发出白光 然后它这个这个块呢 是安在液晶片的底下 所以说它底下发光 液晶看起来 它的字呢 就比较清楚 对吧 接着呢 看一下第七个 就是液晶的一个金属框架 这个金属框架是黑色的 一般来说 它有角位 它可以把这个液晶片 和这个背光板呢 给它扣死 扣死了以后 把这个下面的这个小扣 给它拧过来 拧过来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封装 它就牢固了 对不对 它就如果说受到碰撞 它也不至于说散架 或者是损坏 好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讲一讲啊 这些呢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1602液晶模组 从里到外 它的一个结构 我这个地方说了 大家就不用回去 再做实验 再把它拆掉 以免拆坏了 就不划算了 对吧 那么接着呢 我们来说一说 液晶模组里边 我们说 把PCB翻起来 翻过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有芯片 但是它的芯片封装技术呢 它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常规 见到的是第二种 这种样式 后边有两个 黑色的圆点 然后有一些芯片 能看见 有一些主控芯片 就看不见 还有一些组容器件 它上面有一个 两个黑色的圆点 我们来讲一下 有一些结构中呢 有弧形的凸起 这个呢 就是叫做COB封装 这个地方我说一下 COB C代表芯片 O代表芯片在什么什么上 B代表这个板子 也就是cheap on board 这个方式 cheap on board 就是说芯片在我们的模块上 那就是板上芯片直装技术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技术 是吧 芯片就直接在板子上 那么其他的生产工艺 还有这种SMT 就表面贴装 也是把这个芯片的 进行表面贴装 还有TAB 就是导电胶的方式 刚刚我们已经见过了 对吧 导电胶 像我们原来见过的一种 老期的 早期的 有些同学可能见过 就是诺基亚的 我这个地方写一下 比如说我们说的诺基亚的 有一款叫做 5110 5110 这个液晶 它里面 它后面 它就是一个导电胶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还有些什么COG 就是芯片被直接安在玻璃上 是吧 COF 芯片直接安在柔性PCB上 这个地方我说一下 什么叫柔性PCB 就是说它这个PCB的材料呢 它一般是一些素质材料 或者说它是一些柔性材料 它有一定的机械这个强度 它拉伸啊 不容易拉断 而且你这个随便弯折 它也不会坏 只不过说它的软 它的这个 它可以被掰成任意的形状 就柔性的PCB啊 你有一些 咱们那个手机里边的屏幕 连接处都是一些柔性PCB 柔性PCB把芯片焊在上面 不是说把芯片焊在可动的那个地方 是焊在我们说相对来说 不怎么动的柔性PCB上 当然说你如果说一直在掰 那芯片银角也会被掰死了 对吧 那我们讲COB封装 就是我们看到这种黑色的这种封装 实际上它是一种简易封装 就是把这个芯片的晶圆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通过邦定技术打线 你就说你拆开了以后 其实可以把它融掉 用特殊的药剂把这个东西融掉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芯片在上面 然后通过邦定的技术呢 打线 打到我们这个这个模块上的一些金角 这个这个连接角 然后我们说这个东西呢 外观上像是一个黑色的水滴 你看像是一个水滴 其实我们说它不一定是圆形的 它还有那种方形的 当然说也有方形的 我们说有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称为牛屎堆 这个地方讲一讲俗语 我们有一些工程师呢 把它称为牛屎堆 什么意思 就是说感觉它是这么一坨 这么一堆是吧 像牛屎堆一样 那我们也有的时候呢 把这个牛屎堆下面覆盖的邦定技术 就是说封装的这个芯片呢 有的叫做牛屎芯片 是吧 意思就是说通过这种软封装 或者说我们说简易封装 做的这么一种东西 当然说像这种就是SMT的封装了 就是把这个芯片 直接封装完了以后进行表贴 对吧 进行表贴 也有这样的 也有这样的 但是一般来说造价 现在我们就说 这个一般在电商网站上 卖的这些这个液晶模块 一般用第二种方法比较多 用第一种方法的 基本上很少见了 对吧 好了 接着呢 我们再往下说一说 字符型1602液晶模组的 一个影角分布 和它具体代表的一个含义 那你要驱动它 你要使用它 你是不是得知道 它的影角大概是什么作用 是不是 那我们就来讲一讲啊 你看一看 不管你是蓝 这个蓝点白字的 还是黄绿点黑字的 你这个地方都有一圈影角 当然说有些人说 这是啥 这是固定孔 这边是固定孔 这边有一个影角 你可以用这个影角 可以用排针呢 把它焊上 焊上了以后 就可以用杜邦线来连接 对吧 而且它的这个影角 大多数是2.54个毫米间距 这个地方大家清楚一下啊 2.54个毫米间距 好了 我们来看一看 它说 首先你要了解16个影角 也就是说1602液晶 大部分1602液晶 都是16个影角 不管有没有背光 一般来说标准的 都是做成16角 16角 我们来看一下这16个角 分别是什么东西 第一角 一般来说 这个影角啊 它这边有标识 比如说你看这儿 它就写了个1 这边写了个16 意思就是说 这个角是第一角 这边这个角是16角 对吧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角是JND 就是接的电源D 第二角呢 是VCC 就是接电源正 在市面上常见的 有3.3伏的供电电压 和5.0伏的供电电压 大家在买这个1602的时候 要区分清楚 对吧 第三个是VEE 就是对比度的偏压信号 这个地方我说一下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通过外边 给它一个偏压信号 然后呢 来调节这个字符的 这个这个对比程度 有的时候这个字符呢 如果说你偏压信号 调的不好 那这个字符就看不清楚 或者是干脆就没有 那如果说你偏压信号 调的过高 那么它这个整个 就是一个黑块 你也看不到字 所以说就是说 这个偏压信号 实际上就是来调节 这个字符显示的 一个什么呀 对比度问题 对吧 对比度既不能太低 又不能太高 这个VEE的接法 经常是用 就是说这边呢 接一个VCC 然后这个地方呢 接一个可调电阻的 另一端接GND 然后我们把可调电阻 这个可调营角呢 就接到VEE 一般是这么做 可调电阻的大小 一般选10K 一会儿我们会看一个驱动电路 给大家进行一个解释 第四个 RS就是命令和数据的选择营角 也就是说你要操控它 那么你操控它的数据 是现在的数据 是代表命令 还是代表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数据 那你要经过RS的时序 来进行选择 RW呢 就是读写控制营角 RW R就是read 是不是 然后W就是write 就是说你是要读还是要写 读就是液晶送数据到单片机 写就是单片机送数据到液晶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en就是它的使能 如果说你没有使能 这个这个液晶模块 它就不能显示 对不对 就不能正常的进行数据 和这个命令的一个响应 第七个呢 到第十四个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组 这个数据端口 db0到db7 一共有八位数据端口 db0是数据总线的第一位 最低位应该说是 是吧 那么这个十四呢 就是说这个db7 是数据总线的最高位 最高位 这个地方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数据总线 给大家说一下呢 因为我们说1602液晶呢 它有两种驱动方法 一种叫做并行驱动方法 这个并行驱动方法 就要用到db0到db7 大家注意啊 拿个小本记一下 还有一种呢 是串行方法 它只用db4到db7 大家注意啊 串行方法里边 其实只用了高四位 而下面的低四位没有用 那你想一想 串行的方法 肯定要比并行的方法 用的线要少一点 它可以一定程度 节省我们单面积的GPIO 但是它有个毛病 就是说 它不能 你这个送数据的速度 不能太快 但并行的速度可以很快 但串行速度不能太快 然后这个十五十六角 就是背光引脚 A就是正极 K就是负极 好 这个地方背光 一般来说 我们接个五伏 或者是接三点三伏都可以 或者有些同学 他很聪明 他接了一个电阻 用这个单片机的一个GPIO 接一个电阻 电阻呢 再接了一个发光 这个三级管 三级管呢 接到这个十五十六角 也就啥意思呢 就是说 当我们用GPIO 我们通过这个限流电阻 控制这个三级管 可以让这个A和K 连通 就是说 供电或者是不供电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单片机的程序 来控制它 现在液晶的背光 打开 或者是不打开 也就是说 这么操作的好处 有一个就是什么呀 功耗 我们可以把功耗呢 进行一个控制 当说你说 这个液晶模块的 这个背光 打开了以后 那个电流是收收收 就往上去了 是不是 所以说 它不节能 如果说 你这个是用电池 供电的系统里边 如果说 你把这个背光板 打开以后 它的电流比较大 它的损耗就比较多 你的电池就不够用 对不对 好了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 第十个 就是字符型 1602液晶模组的 一个驱动电路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角 因为是一角D 对不对 所以说 它直接连接到VSS 这个没问题 第二角是电 直接连接到VDD 这也没问题 第三角是什么呢 第三角要说一说 第三角是我们 那个说的VEE 对不对 就是那个偏 偏压信号 所以说 它接到10K电阻的 可调端 这个地方可以 调整它的对比度 第五角 第四角呢 就是RS 我们可以用PCDR 或者说一个GPIO 把它控制起来 给它高低电瓶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有个奇怪的地方 叫做RW 为什么直接就给别人 接D了呢 按理说RW 也应该接到一个GPIO上 因为我们说 1602RW 它如果说RW 唯一的情况 我们写一下 如果说唯一的情况 那就是读的过程 如果说是唯零的情况 那就是写的过程 一般来说 我们根本就不 不从这个1602 读数据出来 那所以说 你这个读的状态 永远用不到 用不到 你还不如就直接接0 反正我都是 基本上我都是写进去 对吧 我基本上 我不怎么读出来 所以说 我把这个RW 就直接可以把它接D 而不让它接这个GPIO 就省掉一个GPIO 是不是 我们说GPIO 非常的珍贵 能省一个是一个 而且有的时候 我们说GPIO 它不够用 对不对 我们还要想千方百计的 绞尽脑汁 想怎么扩展 所以说这个地方能省就省了 是不是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EN 这个EN引脚不能省 省了以后 这个东西就废了 所以说我们说EN引脚 它是一个使能端 必须要接到一个GPIO上 去控制 也就是说 它这个地方实际上 控制有关的线就两个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DB0到DB7 一共是八个 一共是八个 八根线 接到我们的一组GPIO上 如果说你用串行的驱动方法 你就可以把这几根 这四根 你把它去掉 你只用这边的四根就可以了 对吧 高四位 那么你再把这个背光呢 接上 你可以不接背光 也可以接背光 或者说你觉得 我们这个东西不用背光 那你也可以直接选那种 没有背光的1602液晶模块 它的价格也会低一些 但是它的显示效果就没有 有背光的显示这么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说字符型的1602液晶模块呢 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不是它的边框 也不是它的液晶 也不是它的导电胶 也不是它的PCB 最重要的是它的控制方案 我们讲一讲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你这个控制方案也就是研究 它后边是用的什么芯片组呗 是不是 你要是芯片组都不明确 那你这个单片机 你怎么控制它呢 我们讲 在我们1602这个市面上常见的 1602液晶模块里边 很多很多的模块 都是基于这个芯片来做的 就是HD44780U 大家那你想一想 44780U 它是基于点阵的是吧 液晶的这个这个显示控制器 那为什么有些同学说点阵 那没有LED啊 注意啊 它说的点阵是组合成 比如说你这个A 那你这个A 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些点 是不是啊 有一些点 然后怎么怎么样 画成这个A的样式的 大家把这个东西注意啊 它说的点是这个点啊 然后我们说这些摆放 把它这个点连成线 然后形成一些字符 是吧 大部分都是基于这个芯片 来做控制的 所以说那你想一想 我们把这个东西一提出来 刚刚我们已经把这个1602都拆了 大家里里外外的都看了一遍 现在我们的重中之重就是要了解 HD44780 你把这个芯片拿下了 那你这个东西模块就拿下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那我推荐大家一个网址 在我们的视频教程的这个压缩包里面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啥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下载链接啊 我们提供了这个手册 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去下这个手册 或者以后大家遇到了不懂的 或者说没有见过的芯片 都可以在这个网站里面去搜一搜 叫做 OrDataSheet 把这个网站你要记住 就是3WWW.OrDataSheet 这个网站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我们如果说遇到不懂的问题 就说有一些数据手册 芯片手册查不到 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去查一查 说不定就能查到 因为它里面包含的非常的全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 那你说我们这一讲里边 主要内容就是说 要粗探一下1602 我刚刚已经把1602的方方面面 都给你解释了一下 把主控芯片也引出来了 那么大家看完这一讲以后 就马上要去把这个文档 要读一读 下一讲 我们就要基于这个芯片来做控制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因为是它这个芯片 控制1602液晶显示字符 我们的单片机想驱动1602 实际上就是用STM8去控制谁 控制我们说的44780U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单片机 和这个芯片的一个交互 仅此而已 对不对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说就进入了这个学习和交流的阶段 我们说 如果说朋友们需要用到我们的私修电子工作室 推出的小王子的平台 可以去搜寻私修电子工作室的淘宝网店 进行一个选购 如果说大家在STM8的学习中 遇到了相关的一些技术问题 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QQ群 305348768 我们会不定时的在这个群里面 公布一些信息 文档 教程 视频 等等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